你剛才有問題是嗎? 我覺得這個想法非常重要 但如果我想看你介紹剛剛我們福二一 又說了蘋果的前面新聞 你會怎樣再將演出我們是為了余奴的中共 你那個真心的演員就很危險的了 所以他無法提供你煽動 即是說你非法查看 對,他無法提供你煽動 那個sadicious publication sadicious publication 理論上,我剛才說過 就算你是所言有事實依據 屬於誠實的評論也好 都是有可能 有可能 他不理會 不過去到法院那個階段 去到法院那個階段 因為你不可以只看他在擺街站 發表派傳單 然後他被告 你還要看去到 我們在這方面的案例已經是五十多年前 六十年前 暴動的時候流下來的案例 如果你看回那個時候的案例 就是被控那個sadicious publication 所用的字眼內容 確實都還是比較誇張 比較sensational 正如我剛才所說 這些事例 這些先例 擺出來 碰面雙方 都會提到 如果遇到一個明示理的法官 他很難會將 好像721那種冷靜客觀 的報導 說是一個sadicious publication 很難 我真的這麼說 好 老師 阿俊老兄 剛才你那個說法 我這樣說 就是從那個國安法 開始以下 我們這樣做 避免 避免 避免觸犯 那些挑戰 但是我又想 另外還有一個 approach 就是 《市場基本法》 都是保障新聞自由的 但是我們可不可以 從這一方面想 如果我的理解 譬如普通法 即是美國有很多案例 你告起的新聞媒介 當然它有一個 first amendment 香港就沒有了 但是普通法 還有一個就是 public interest 就是那個 所謂defense 那是不是我們都可以 因為我不屬法律 但是就請教一下你的意見 或者這些法律專家的意見 就是 是不是public interest 可以作為一個defense呢 就是 現在是很被動的 就是如果剛才 我們用那個approach 就避免它 但是 因為《基本法》都有保障 這個言論新聞自由 那為什麼我們不可以 就是說 你現在 比如說我煽動 你煽動這件事 事實上是我的言論自由 我明白 但是你說我煽動 我不是煽動 你簡單來說 可不可以用《基本法》 《人權法》 來質疑它 是吧 去年7月1日之前 我覺得答案是 可能性較大 OK 明年這個時間 我希望我都可能說 可以的 今天我誠實回答你 就是我覺得不行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因為 因為 不是 不是 這是兩個原因 第一個 就是 那個禁蒙面法 它是 它是打到上去中審法院的 OK 禁蒙面法 你記得 由於它那個禁令的本身 是沒有一個所謂 proportionality 就是沒有一個 著 衡量社會現實 而作出 限制 明白 就是 變成你有合理理由 要蒙面 它都禁你 很明顯是違反公眾利益 不然 有些人可能 有健康的理由 有宗教的理由 你聽我說完 先 好了 但是呢 就是出於公眾利益 是可以 是有相當有力的論據 就是來到去質疑它的 而在高等法院那裡 都曾經有局部成功的 OK 但是上到上訴庭 又輸了一些 上到中審法院 再輸多些出來 而中審法院那個主要的原因 就是說 由於那個法令出台的社會背景 是在2019年那麽動蕩的社會背景下 所以哪怕它去得盡些 它Draconian一些 它苛刻一些 它的限制嚴厲一些 明白 我們法院都 都認可它可以的 OK 那由於中審法院做了一個 這樣的取態 那你可以想像 其他和社運有關的禁令 上到它那裡 它都會照版主管 就是它affirm 這個機會 我今天看起來 就是 是遠遠大過 它會基於基本法 人權法 公眾利益 來override 的可能性 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 就是由於國安法的條文 最終的解釋權 並不在香港法院 哪怕是中審法院 它不擁有最終解釋權 就是人大只要 人大常委只要拿一個很簡單的決議 香港法院沒有任何選擇 只能夠跟從 只能夠跟從 但是你說這個第二點 我覺得正正是香港的司法界 就是 即使最後那個解釋權不是香港 但是它都應該要跟回 就是它自己一向認知的角度 法制來判 判到不是 至少我們知道 原來這樣不是 原來這樣不是 如果不是的話 就永遠 我們現在出現的狀況 就是剛才你說的 就是很多所謂 不是不敢 盡量不要說 這些就是自我審查 所以我覺得 就是 剛才你說的那個例子 《夢面法》那個 正正你都指出 就是它引用了那個緊急條例 就是如果它不在緊急條例之下的話 那個處理的方法 就是新聞自由是重要的 就是我覺得 就是新聞界或者司法界 都應該是 彰顯出來 這個新聞自由 本身來說 是重要的 是那個重要性 是不低於這個所謂的法案 就是我覺得這個 approach 可能這樣的話 我們那個新聞自由的空間 是會大一點 我明白你的觀點的 如果你問我是 就是現在的法院會怎樣 但是我必須要 就是告訴所有在座的朋友 或者是前線的新聞工作者知道 現在的法院的取態呢 就是不同意 好捕手 好捕手 以前呢 它有些時候是身不由己的 這個身不由己真是可圈套戀的 這個身不由己真是可圈套戀的 不難解釋就是它沒有選擇的 為什麼呢 人大仇委的解釋 無論它同意不同意 它必須跟從的 沒有選擇的 不是的 但是有很多的個案 我覺得這個法案 我覺得這個法案 本身是有很多的 我舉個例子 譬如說這個 阿鮑那個法案 如果那個法案 如果那個法案 就是我事後評論一下 如果那個法案 如果那個法案 是放多一些 在那個公眾利益的上限點 判法一定不同 但是那個法案為什麼要這樣判呢 我不覺得它沒有選擇 但是我會覺得那個法案 可能的水平不夠 你明白嗎 就是我不會覺得它沒有選擇 就是它的訓練本身來說 它是忽略了身分自由的重要性 在這點上面 我的看法和你一樣 所以我覺得阿鮑應該要受數 我覺得要受數 但是也要這樣說 蔡玉玲的案 是跟其他案不同的 就是它那個案 那個牌面上面 就是涉及到只是一個 運輸車牌刷的 就是跟任何國安 公安 社會安全 秩序那些 沒有明顯直接關係 OK 那那個案裡面 如果它在上訴過程裡面 遇到一個明示理的法官 那個法官沒有感覺到 較多的政治風險因素 而作出常理的法律判斷 那個可能性是較大的 但是只是它那個個案 並不表示其他個案 但是我覺得 即使跟國安法有關的個案 司法界都應該從這個角度 如果是天使律新聞界那些發表 或者言論自由那些 都應該從這個公眾利益 那個角度去打 如果是好像你所說的 就不會那麼多人保釋不了 對 這個保釋這就是兩個問題 國安法本身來說 似乎就不是行普通法 國安法沒有理由不讓你保釋 你行普通法怎麼不讓你保釋 除非你特別有些原因 但是它已經一列出來 就說可以不用保釋 甚至連陪審團都沒有 這個已經是 我覺得是潛建了普通法 就是你基本上 不是潛建 所以如果我們 這個不是潛建 這個簡直是新的法律法 但是整整一下就會進來 所以是一個新的法律 如果你再多多幾次 你就變成很多 香港特定的普通法 給它 這個題目 現在是誰帶誰我誰正確 但是我覺得 就是我們原有這個制度 應該要堅持 就不是一開始就要退縮 而是我們用回我們這套東西 去跟它 就是釐清 比如我們就要很清晰的 那些紅線 什麼的犯法 什麼的犯法 都說了 大哥現在你猜猜猜 就是我們就要試 那你人大就釋法多幾次 你就人質釋法 但起碼我知道 這個不行 這個不行 不是 不是 他其實是在說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是原則 我剛才講 現在講 將來也會這樣講 自由和人權不是天下跌下來的 是我們要去爭取的 我們應該是去爭取我們應有的權利和自由 這件事不僅是新聞界做 是要香港人一起做 包括法官 其實我自己都去聽過一些案例 我覺得其實那些法官是很怕做了一個決定 是所謂不適合北京聽 然後可能會觸動他們去釋法 現在剛才李教授都說了 說得很清楚 我就是要盡量用我們的理解去解釋這些事情 如果真的不適合你聽 你要釋法 你去釋法 我不是叫一些釋法去以釋法 不是以釋法 不是以釋法 而是我們用的 剛才他的意思就是說 我好像鼓勵一些新聞人員 就說 你不怕了 什麼都說了 不是 而是現在的環境 就是你不怕 他都可以告你的 當他告你的時候 你怎樣縮掉 你無法退 你唯一就靠司法制度 你唯一現在靠香港司法制度 去保護你那個基本法保障你的言論自由 但是我並不是說 叫你新聞公眾者 你不怕了 你就叫他撞 撞紅線 不是叫他撞紅線 如果那些紅線你都已經知道 你就當然不會撞 但現在問題就是說 漂移 現在很簡單 我也想問一下 梁珍 不是梁珍 不是梁珍 黎智英 那個case 是最初 就是我了解 就是說 因為他有些什麼土地 業權使用的 原則為什麼可以用到《國安法》來 去告他 我不明白 就是《國安法》在哪裡 他那個個案是很有指向性的 因為在那個個案裏面 控方是嘗試用7月1號之前 就是《國安法》頒布之前 他所發表的言論 他的行為 包括他去美國 做一些遊說 他就想把這一大堆的背景 引伸進來 成為那個控罪的背景 然後從而去推論 在7月1號 那個法律生效之後 其實他沒有改變到他原來的行為 他在繼續他原來的行為 明白 就是他是嘗試這樣去論證 說他抵觸了《國安法》 這個如果這樣的迂迴論證是成功 其實就會令到那個《國安法》 變相是拿到一個追索性的效力 所以為什麼那個個案是這麼重要 就是因為在這裡 當然 控方這個迂迴論證 就是變相追索 是不是能夠成功我們不知道 要看看那個審訊 就是往後的發展 為什麼那個審訊值得關注呢 就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這裡 其實我們已經開始進入了我們第二個講題 就是在這個政治環境之下 因為其實已經不單止是一個法律的問題 大家都很清楚 現在究竟是法治還是以法治講呢 大家都很清楚發生著什麼事 所以是一個政治的因素 那麼究竟在這個政治局面的情況之下 究竟香港怎樣新文教可以面對呢